欢迎来到我们关于CLIME Pro的详尽教学影片 CLIME Pro是Garmin Edge装置上一项强大功能,将彻底改变您的骑行体验 CLIME Pro能够根据骑行者的需求在导航期间识别并分类重要的爬坡路段,并为骑行者提供关键资讯 在探索如何在荧幕上阅读CLIME Pro的资讯之前,让我们首先确保在我们的Garmin Edge装置上启用CLIME Pro功能的开关 以下是启用CLIME Pro的步骤 1.选择选单 2.选择活动模式 3.选择一个模式 4.选择爬坡段 5.切换为开启状态 现在您已经启用了CLIME Pro功能,让我们逐步来了解当您开始爬坡时,萤幕上每个资料的意义 在爬坡开始时,如下所示的CLIME Pro萤幕将自动显示 随着您完成每个爬坡段落 爬坡的设定档将变得更加详细 萤幕上显示的资讯包括 1.爬坡的数量,包括课程的总爬坡数量 2.爬坡的剩余距离 3.爬坡的剩余升高 4.显示爬坡设定档的图表 A.图表中的表示您目前所在的爬坡位置 B.图表中的图示表示课程虚拟伙伴 C.图表下方的括号区域表示显示的爬坡影像 5.爬坡的平均坡度 6.两个可配置的资料栏位 默认指位坡度和海拔 当您结束一段爬坡时 Tuan Pro功能将提供以下资讯 A.总爬升 B.总爬升距离 C.所有即将到来的爬坡 D.到达每个即将到来的爬坡的剩余距离 E.每个爬坡的平均坡度 F.每个爬坡的长度 您也可以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即将到来的爬坡 以查看更详细的爬坡设定档 现在您已经启用了C.line Pro功能 祝您齐心愉快 享受在Garmin Edge上探索的极佳体验 更多资讯请到support.garmin.com